大家好 我是小宇 现代的小宇 在今天的小视频里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的利息的市场情况 帮助大家做一个好的决定 目前来讲 在最近的一个月以来 我们看到这些主流银行的利息都在往下降 对于我们作为借款人来讲 这是一个极大的好消息 那么我们看到一年始终还是一个最便宜的 这么一个利息的固定的这个term 那么一年的话 现在我们看到最好的利息 如果是次数房的话大概是4.05 如果投资房 我们可以拿到基本上4.09这样的rates 非常attractive 那么我们说接下来12个月的trending的话 这个趋势 那么现在利息的话更有可能是往下走 这是大部分经济学家的一个预测 所以说固定一年是不错的选择 一来它的确是现在目前来讲 最低的最合适的这么一个固定的利息时间 二来它也给我们有机会在一年以后 重新把我们贷款有可能固定更低的一个利息 所以说一年还是非常值得考虑的 但是作为对大家负责的角度 我永远都会说你一定要考虑自己的情况 那么如果你期待自己未来12个月 那么如果家庭总收入会减少 比如说你的partner可能会不工作一段时间 或者说你的生活费用会上去 比如说家里面会有一些大的支出 比如说你有一个新的宝宝出生 这些都会给家里减少收入而带来支出 我们都知道小朋友是比较 抚养小朋友比较昂贵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 也可能会影响你的收入和支出 比如说你可能辞职 然后去自己创业 那么在初期期段你的收入会减少一些 你的支出反倒会增加 或者是说你可能打算出去旅游一段时间等等 任何的情况您觉得会影响你的收入 但是反倒会增加你的支出的话 我都建议您把你的贷款 至少有一部分固定一年以上 这样子的话给你一些确定性 至少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呢 你都知道你每次还款的这么一个数额 最后呢就是说如果您要是有比较大的这个贷款额度 比如说200万以上啊这样子 因为如果上涨1%这样的利息的话呢 那么您可能每年要多支出2万块钱 如果您是一个房地产投资者的话 你很难把2万块钱的additional rent pass给你的这个租客 那么你就要自己掏腰包 如果你自己拿不出这个钱的话 那么在还款上就会出现问题 所以说对于自己贷款比较大的客人呢 我也建议把自己的贷款呢 把它分开 让他在不同的时间到期 给你一个时间去做出一些调整 好的今天的这个利息的这个update小视频呢 我们就到这里 如果呢您对这个小视频觉得对你来说很有用 接下来你有贷款要到期 或者是你即将要塞头新的贷款 或者是说你有好朋友 他们刚买到房子等等 也欢迎你把这个小视频分享给他 让我们来一起收益 好的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